所以你就在日本的夾娃娃店 開始代客抓娃娃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龐 我是葉琪 我是羅特 我們一起來開箱 上一次去東京電玩展的時候 那一段期間 在日本買的東西 趕快來看 好啊 箱子比我還高呢 這個 這個是我這次去日本 帶的箱子 就是原本裡面還有放衣服 但是我把衣服都拿掉了 因為反正也只有三套水手服 就拿出來了 那裡面現在就是剩下的就是 這次可能買的 跟交娃娃交道的東西 你說回來到現在還沒有把它打開來過 沒有沒有就只有把衣服拿出來過 其他東西就在裡面 我就是為了要維持一個 增開箱 增開箱 東西都還在裡面 開行李箱 我們今天來開這一個 好 好喔 好多東西喔 它要爆出來了耶 不會不會不會 都是布偶聲很簡單 感覺超重 感覺超重 還好啦這個 就 還沒超重 因為 我就算加上衣服 那時候 它的線重是30公斤 但是還沒超重 我記得上面 不但沒有超重 它還有貼 這個是26公斤 26公斤 所以這個 雖然水手不是很多重 所以他也是買了20幾公斤好不好 裡面還有那個 電腦的那個 充電的線 那個變壓器超重的 線 喔 變壓器大概12公斤 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些吧 好 那你們想先看哪個東西 這個 這一隻嗎 這一隻嗎 這一隻 這一隻可好玩了 超酷 這一隻是探空戰士的一個 怪物 它叫做 摩魯波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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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隻 滿討厭的東西 它有中文的名字嗎 莫羅破羅吧 莫羅 好 莫羅破羅 好算了 因為它很可愛 它是一個植物 然後它就會噴毒 然後它的毒又不是單純的那個 就是損血那種毒 它會麻痺 然後整隊就只能拉 它怎麼知道你在哪裡 它有沒有眼睛 它就站在那邊 然後這樣子抖啊抖啊抖啊 然後毒霧就噴出來了 這是毒霧嗎 這是口水 這是口水 這隻算是蠻可愛的啦 而且很特別 因為一般太空戰士會做成不我東西 通常 不是霧蟻鳥 就是莫菇莉 不然就是 新人掌 唐貝莉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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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別的東西 誰啦 你是不是沒有參與過太空戰士 就是 不是皮卡丘嗎 它沒辦法融入話題耶 那個 剛剛不是說皮卡丘嗎 皮卡丘是說這一台機器 它原本是放兩種不同類型的東西 然後 在日本啊就是你看那機器 因為它通常只會放一隻讓你夾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機器它其實它同一台還有別的東西可以夾 可以請它換 可以換 換得很想夾的東西 這個它只剩好像兩三隻而已 我就請它換這個讓我夾 所以這個是很好夾的 這一隻 我覺得原本應該不好夾 可是我覺得我印象還蠻好的夾到 你卡住它的髮型嗎 因為 一般日本的機台啊 它都是兩爪那一種 那這一個呢 它剛好是放在類似台灣三爪機台那一種機台 黑帥 然後 它剛好三個爪子 又抓到爪套 所以它的摩擦力就變很大 它那個爪套是矽腳爪套啊 它就可以磨著 那三爪機台它 卡爪的有一個原因就是 它爪子放不開 它只要兩個爪子 沒辦法張開 另外第三個爪子就不動 因為它三個是連動的 那它可能就是剛好這樣抓下去的時候呢 被它 插在頭髮裡 它可能這樣子 斜斜插進去 所以就是可以 被這個地方 這個腳的地方 摩擦力就很強的 放不開 它就這樣卡的過來 好棒喔 這好像一千左右 穩穩的卡過來 一千內夾到的 如果是原本那個另外一隻 就是它放的那個叫什麼 迷你Q 迷你Q 它就是那個樣子啊 一個桶 一個斗篷身體 它就沒有那麼多這種東西 那你說這麼大應該很難夾吧 而且很重的感覺 它就是剛好就是夾的 卡在它的髮線上 這要開什麼 這一個 這兩個是 同一家 剛才那個同一家店 夾到的 都在新宿的各舞技艇 外面的一家 那這個它特別不要吃 它是超好夾雞台 Easy台 超Easy台 那你覺得有真的很好夾 應該還蠻有夾 因為兩個各五百塊內夾到 喔 不錯耶 你們兩個就情侶包 然後一起去吃那個 它同時還有 兩隻趴趴熊的 同樣類型的東西 它四個不同的 就是 可以換喔 就其他這個腳啊 換哪一個 大家要拿腳路 對啊 很可愛 這個 這個也是 它們有很多這個 大小的 然後不同版本 然後通常一個系列都有 它寫五種 可能就是上面這五隻 它是要一塊東西 就是它這個 戴著幹嘛 我覺得這應該是 防災頭套吧 防災它可以防什麼 防雨嗎 你沒看過彎子嗎 不是 它這個步道也可以防什麼 就防雨而已嗎 它們那個小朋友 都有一個那個 類似 厚棉袄做成的一個頭套 就是地震的時候說 戴在頭上 這樣子可以避免東西 掉落的時候砸到直接 那只是一個頭套而已啊 它有耳朵耶 它耳朵可以露出來耶 它這樣耳朵就不防了 它這樣耳朵就不防了 好可愛喔 耳朵無骨折 好可愛喔 它耳朵可以這樣露出來 再來 這是T-Shirt 我認識它 我終於認識了 GGO的 連的T-Shirt 它這個有兩個款式 一個是全黑 一個全白 可是上面突然不一樣 可是白的比較好啊 因為粉紅色是它的特 那個特別色 是可是 這個上面有一個藍的 下面這個是一個 不知道誰 真的耶 誰 它已經隱藏在裡面了 他混入個屁啊 混在它的顏色裡面 可是裡面有一個男的 可是我覺得白的比較好看耶 白的黑色比較好看 因為是粉紅色的關係 但是黑的比較適合 而且這個也是你夾的嗎 夾的夾的 它有沒有覺得這樣子嗎 它 這種具材比較有趣 是它不一定會放在哪一種固定類型 可是它如果是這樣放的話 它是放在一個 它的口在最靠近我們這邊 然後也一整排吧 然後它是 把這個擺在這邊 你要把它一直把它弄到往前 然後過來 你說它在橫槓上嗎 沒有沒有它不是在橫槓上 也是平面 它放的地方是一個平面 然後平面其實下面是一堆好像 增山的東西 讓它不是直接貼在地板上 所以你可以把夾子 基本上可以插得下去 裡面可以這樣擺動起來 然後 它抬起來之後它會這樣子往前滑 你抬後面 它就會往前滑 一直這樣動它就會掉下來 通常原本設定是這樣子 不過這台是這樣子 它就這樣夾起來 就不動然後就這樣 所以你就很快就夾到它了 對這個也是一千塊你夾到的 好神喔 有時候夾娃娃打人啊 夾這個東西就頂多 就是注意不要到時候爪子 被那個增山的針卡住就好了 只要它能夠順利入爪 基本上就是要嘛就是 重複做同樣動作 不然就是剛才這樣運氣好一點 就突然夾到好 穿過那個增山這樣子 因為它增山在這邊嘛 這樣子交叉的 你要從那個增山 沒用力量把爪子入進去 它有可能夾到 原來是珍珍喔 我以為它在平面上面 我小時候你這樣也能把它夾出來 太壯了吧 平面就插不進去了 還有增山型的夾娃娃雞 這有超能力是不是 平面就插不進去了 再來這個 哇 好可愛喔 一組的嗎 這個我記得有四隻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呢 還少一個誰 還有一個 少一兩次啊 喔喔 我沒有猜的 猜猜是誰嗎 這個是在剛才那台的隔壁夾到的 這一種小隻的 它其實會放在很多不同類型的雞臺上面 它還有馬尾後面還有髮飾欸 它其實做得很精緻 對啊眼睛還有兩種顏色這樣 好精緻喔 我夾著這台它是把它全部亂丟 就是 整台雞臺裡面 放了大概幾十隻 隨便放放的那一種 它不像一些有些這種小隻 它會放一台 小台裡面 欸它真的 它 有內褲嗎 有做有做 真的很精緻欸 連胖吃都有做 原來是從這個地方 有胖吃就精緻 對有胖吃就精緻 有胖吃就可以了 那它是放在大台裡面 大台裡面就是 有時候就比較微妙 有些完全不改設定的 就超難夾 它是這樣子隨便放 通常它如果請店員來幫我們說 把它歸位的時候 它會擺成直的 所以我覺得它原本 預想的夾法就是 我們可能翻它的頭 這樣子把它翻過去 就是 爪子這樣子把它翻過去 可是實際上呢 這一種羊爪器台啊 它有一個設定就是 如果它爪子今天收到一定程度 那麼它就會因為 這個重量的關係 把它往後旁邊就是打開 它就會掉下來 可是如果今天爪子 沒有收到那個程度之前呢 它就是等於是卡死了 不會動 所以這一台呢 我們要把它翻成橫的 這個要把它先 爪這樣子勾把它勾成橫的 然後再這樣子把它夾 夾到剛好胯下跟頭的地方 它就不會掉了 因為它爪子擋不開 胯下 對 一定要插到胯下 一定要重胯下 一定要重胯下 因為剛好兩隻腳中間 所以你花了多少夾這一套 我記得 全部大概2000內 一隻大概500左右 有幾隻就這樣 就直接就送到洞口那一種 跟剛才那個衣服一樣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就是 史萊姆 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是我們那時候去吃完沙漏後 去秋葉原的時候呢 那順便 在秋葉原有一家Lawson 它會長期的跟牛子東人合作 裡面剛好就有這一個 史萊姆的一番賞 這一套比較特別的是呢 我覺得它基本上沒有大獎 因為它的英文啊 A B C D E 是區分它是哪一隻史萊姆 它這一系列全部都史萊姆 可是A是一種史萊姆 B是一種史萊姆 意思就是說如果是A開頭的全都史萊姆 可是它的1、2、3、4啊 抽到的東西不一樣 A1聽起來最好的東西 A1聽起來很強耶 也就是一個塑膠杯子 原來它是杯子嗎 可是這個雖然是B6 它雖然是6號 可是它卻是一個玻璃杯 因為一般上其實它最主要的概念 其實還是通通有獎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通常就是 價值差不多反而好一點 我有那種抽到的感覺 就一直要抽 做大獎那一種 結果都沒抽到 這隻是D D的話應該是這一隻史萊姆塔 疊起來的 它有可能藍色的一隻嘛 那可能也有那個橘色史萊姆貝斯 那好像也有何一米史萊姆一定會有嘛 就是香水母那一個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貝殼嘛 然後這裡有一個塔 我覺得應該還有史萊姆啊 所以可能有6、7種史萊姆 所以它的邊號可能到A、B、C、D、E、F、G 可能到G 你說戴皇冠的那一種嗎 你好像很懂史萊姆 它剛剛好像講了一個我聽不懂的史萊姆 名字 有名字咧 字裡面好多 對啊上面有 史萊姆貝斯喔 史萊姆貝斯是橘色的這一隻 為什麼 為什麼會叫貝斯呢 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他們命名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人發現他們叫做貝斯 不是貝斯史萊姆啦 因為它一代的時候 很多怪物都只是改的顏色 那它原本就是史萊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要叫貝斯 就變橘色的 再來這個 趴趴娃娃 這個我在現場 我們那時候也是剛好就是那一個 我是不是在看Punks 沒有我在幫我把衣服穿好 這個沒有Punks 對啊 你們不要先翻好不好 你是不是以後也會一直看花粉嗎 你為什麼要翻那一隻的 以後這個做得進不進去就看他們什麼 絕對 沒有誠意 它穿的是褲子 懂不懂 所以看不到 這是它的裙子 這個是它發在小台機台的 日本的小台機台有很多種 最常見的是那種雙層的 大概爪子大概這麼大 然後最大的東西頂多就是這麼大 這更大可能就講不到了 因為爪子是抓不了 小的爪子 比這個頭再大一點點而已 那這一個呢 它放在兩台中的其中一台 因為它雖然都是那種大小的爪子的機台 可是我夾的這個呢 它剛剛好那個爪子套了三個爪套 我剛才講過了 它套爪套那摩擦力就變無限大 這個就是變無限大 所以它根本就是直接抓到洞口再把它放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那一台有 然後隔壁那一台沒有 它忘了把它拿掉 或者它忘了 沒注意到那種東西 日本人可能 應該是要拿掉的是不是 應該是要拿掉 或者是不應該讓它兩台不一樣 喔對啊 就是都要一樣 要嘛都要有 他夾這個超扯 他夾這個夾到旁邊的 有兩三組人 然後跟他說你可以幫我們夾 你造成圍觀了嗎 我們要是五百塊夾三隻欸 可是你不是說這很好夾嗎 他有夾給我 他就是夾順道 一千塊夾五隻 那是六隻吧 五隻還六隻 那是旁邊的人太廢夾不到嗎 沒有他沒有夾 喔就是你在夾 沒人注意到那個那麼好夾 我是看到他有爪套 我才想說哇靠這一定很好夾 我們就試試看 結果就夾到了 因為那種小台機台 通常就是它怎麼樣 它不像台灣機台 一到頂就放開 它是這樣抓到頂 大概停三秒 再開始動 這時候呢它就會慢慢的滑下來 它不像台灣的爪子是故意放開 台灣爪子會這樣子喔 抓到底 很明顯的張開 可是這個它是抓著 它爪子沒動 它就是滑下來了 可能就是 本身的重量讓它滑下來 台灣就讓我覺得夾到也沒有用 就是你對了很久 然後它抓到了然後放開 可是就是因為這邊有 那個啊 爪套 所以它就不會掉 別說三秒 它停三十秒基本上都不會掉 所以你就在日本的夾娃娃店 它也代客抓 我怕了 開始這麼起生意了嗎 對 那個中國人 中國人請我幫他夾一個 中國人 嗯是中國人 講中文的 對我們就等於是幫他夾了一個那個 雷姆 送了他一個 因為其實這種 日本夾娃機店 他們通常會規定一個東西 一個人 欸一組 只能 一個人只能夾一組 裡面有的東西 叫一組 各一個就一組 就這一套 通常 這樣就一組 它寫是寫一個 可是它一個是指 一個東西 一種類一個 那這個東西 現在算三種 喔它不能夾很多 就是你很會夾 不能夾很多這樣 對 那你幫別人夾很多 我夾自己去跟店員講 是那個 我是幫他夾的 錢是他的 這三隻 我覺得夾得還蠻開心的 夾到就爽 好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先到這邊 因為中間其實蠻多的 裡面除了 這是買的東西 夾到的東西 其實還有 做的東西 這是有一個做的 自己手做的東西 所以那些東西呢 我們就 下次再開吧 那今天這個影片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明天不記得幫我們點喜歡 想看更多的影片呢 還有想看下一次的 這些日本戰利品開箱呢 就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掰掰 總共按讚